每人吃糟点,一一罐在外头吃 这个七种的糟点的比较丰富做菜 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个打巴菜 是不是外地人都叫它过巴菜 对,这个所谓所服务员呢 你一讲是过巴菜,他都知道你是外地人 反正我怎么讲他都知道我是外地人 对,您是这个外星,就决定了 好,那我就给我们点个打巴菜 您那个喜欢吃什么,打巴菜,老豆腐,面擦 这是天津味的作者赵永强 将担任翠花此次天津之行的美食向导 他从书中选出了几样天津独有的特色美食 推荐给翠花这部第一道美食 就从天津早点锅巴菜开始 这个早点是天津人的首选 嘎巴菜只有天津牛 这个都吃完嘎巴要跟这个炉子嚼在一起 好香啊,特别香 我觉得吃的很香很香 它是用这个,就像我们吃煎冰果子的那个饼做出来的 所以天津人有老话叫鲜油煎冰果子后有嘎巴菜 当时人们在炭煎冰果子的时候呢 难免有炭的不太好的 就放到一边了 然后到中午一挤来很多 还不舍得硬,怎么办呢 就做一点炉制,拌在里头就吃了 后来感觉味道很好 所以说呢,也开了饭店 这个大巴菜就在不轻易的情况下 又单身了一个新的小市品种 对啊 六百多年前,草运发达时期 船工们因为工作繁忙 习惯边走边吃 用快餐冲击 包子、煎饼、锅巴菜流行开来 两百多年来 天津大福来锅巴菜 依然沿袭着最传统的制作工艺 深受人们喜爱 张老师,这个卤汁是不是跟 动物脑的卤汁有点像呢 是,这个卤从外形来看是像 但是味道不一样 因为这个咱们吃的擀菜的卤呢 是素卤 是从大料瓣和小菜肯 腔果来调制成的卤 而那个动物脑的卤呢 是混卤 这有本质的区别 反正我想那么多人爱吃这个东西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呢 确实特别好吃 就吃起来很清淡很舒服 很清淡 一大早吃一个这样的东西 没感觉像 就感觉特别健康 身体很好 并且有请客拜佛的作用 因为它有类豆 对人的身体有好处 有派度养缘的作用 我们朱朱北北都在吃这个糟点 但是只有天津油啊 只有天津油 可能全中国全世界只有天津油 真的很好吃吗 反正好天津离北京不远 对对对 以后就可以来这里吃糟点 然后回北京了 我愿意为你当香道 除了这诱人的早点 天津流传于民间的小吃也不下千余种 狗布里包子 十八肩麻花 耳朵眼闸膏 这金门三角 早已成为这个城市的美食名店 对外地游客来说 天津的任何一样特色小吃都不能错过 这就是这个茶糖 对 我来一杯可以吗 可以 上面都写着什么口味的 你让我自己看是吧 这第一个是什么 那这个是有树米 树米我不认这个汉子 树米是什么味道呢 树米就是高凉面 高凉的 黑米油茶 然后杏仁的 但是这个茶里面是什么 都有什么成的 那有就是水 那为什么叫茶 茶汤呢 茶汤又称龙茶 是五百多年前流传至今的皇家茶店 盛水的大铜湖超过四十公斤 冲茶汤的人不仅要有劲 而且还要有熟练的技巧 否则茶汤冲不好 还会烫伤自己 一般这个本地人都喜欢吃哪个口味 都比较喜欢吃第一个树米的 树米的 那要不我就吃这个树米的 行 树米的啊 鸟肉像随俗 天津人喜欢吃这个 我也就跟他们一样 这个是传统的 树米然后放这个米子的 这个是米子的 它是年黄米 放这个比较稠 它要不要加点水呢 用 现在就加 哇 这个蛮好玩的 这个 对 放红糖 白糖 为什么要有两个 就有什么区别 红糖提味 白糖就是甜 哦 然后挂子仁 火仁 骨头杆 青丝玫瑰 嗯 很好美 就这样做好了 对 嗯 好漂亮的 你们看看 黏黏的 有点像这个黑芝麻糊 然后里面这些花生 葡萄盖 给这个提点这个味道 能吃出来这个红糖的味道 然后 确实是一点茶味都没有 天津作为海运草粮的 终点站 海难不断发生 元代的皇帝下令 修建天后宫 供奉妈祖 保佑海运平安 古文化节 位于天津市海河西岸 是天津最早的一条商业街 因为靠近码头 来往的船工商人 都在这地进行贸易往来 如今几百年过去了 这里依然能找到很多 天津最传统的民间小吃 天津特色传统小吃 我找到了 树里高 你现在正吗 啊 高压过正的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米粉 这些果酱都有什么口味呢 有草莓 有蓝莓 有巧克力 有巧克力 有没有酸酸的 一个蒜莓的 一个蜜蜗桃的 对 这是酸甜味的 好 没给粉蜜是甜的 好 可以 就这样了 这个是蒜莓的 那做好了 做好了 好漂亮的 有黄的 有绿色的 这个绿色的蜜蜗糖 我先从这个开始 吃起来有点像面包呢 香甜香甜的 有点像面包啊 然后面包上面放的果酱 这个树莓高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 因为我吃的时候没有吃出来蜜的味道 是树莓的意思 做出来这个蜜片要选为选为的 叫这个蜜高 它里面不含蜜 没有蜜 天津东林渤海 是海河五大之流的汇河处和入海口 素有九河下烧之称 天津人有句老话 吃鱼吃虾 天津是家 天津河海相拥 不仅盛产河虾胡鱼 还出产丰富的海水鱼类产品 这是看过去最大的随产品啊 这个季节啊 不是海产品很丰富的季节 但是这所有的海产品 绝对都是野生的 没有养殖的 对 这个党内人呢 本来叫小鸿鱼 这是小这个血虾 两干了以后 就是大家吃那条虾鸡 那郑老师你说这些海鲜 不应该是火的吗 但是这海水就残别 出海以后就死了 但是一定很新鲜 这个你可以放现 张老师这就是海螺 对这就是海螺 这是波海湾出的海螺 很新鲜都是活的 这个你看你能叫出什么名字来 这个呢 不知道叫什么 这就是毛汉 也叫汉子 汉子 对 毛汉是制作汉菇八大叉的食材之一 据史料记载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秦朝 天津东南沿海的汉姑地区 就有人群居住 当时这一带俗称小盐河 当地的百姓以制盐为生 人们在用海水煮鱼虾的过程中 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烹饪技法 叉 如今以叉季烹饪的河汉鱼虾 被称作八大叉 成为当地的特色美食 张师傅这个汉子呢 刚刚擦完了 现在该怎么处理呢 这个把汉子肉啊 从壳里取出来 怎么取出来 你看现在已经张着口呢 一掰 就出来了 没开口怎么办 都现在有炖的 炖的这头来的时候 一掰就开了 你来一看 这个就没开了 现在没开 这头开 这头呢 对了 这哪开 好 真聪明 觉得很快 你看现在嫩的 不是嫩的 而且很干净 你看很干净的 您可以尝一下吗 这个可以这样吃 可以吃 熟的吃 太好吃了 真的假的 还好吃 真好吃 你吃一下 会有事吧 我有事 上去吃 那么嫩 那么嫩 很嫩的 有点苦 这苦味是很正常 很正常是吧 这一叉的时候 苦味就没有了 我们这个鱼怎么处理呢 鱼就是不去淋 不抛腹 洗腮 就这么简单 只有洗腮 不需要拿出来 里面的东西吗 不需要 淋的原因 淋的本身 淋下有脂肪 很香 不能浪费 二 还有不抛腹的原因 就是这一季的鱼 你都尝得很干净 就没有必要 抛这个肚子 这要保持的原始脂肪 几千年前 它不抛腹 现在还没有抛 所以这么小的鱼 全都是饱 整个都可以吃 对 由头 十到尾 无一可弃之 没有可能的 在这一季的鱼 里面的鱼